部分由我們財政處來報告 新逢貴會第十八屆第三次定期會 暨第九次臨時會 自將本市105年度第一次追加檢預算案 稅入部分蓋要報告以後 本次追加檢預算稅入及稅出均為 5億9154萬6千元 僅就稅入來源說明如下 第一個稅課收入追加2億7093萬3千元 暫稅入總額的45.8% 內容為財政部國庫署函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第十三次撥款就是2億6290萬4613元 經濟部補助智慧節電計畫第二階段執行經費 802萬8240元 二、罰款及賠償收入追加10萬元 暫稅入總額0.02% 內容為文化局追加1契約規範之廠商 違約罰款收入10萬元 三、規費收入追減7千元 內容為衛生局員工宿舍 因男性職員住宿需求減少7千元 四、補助及協助收入追加3億2301萬1千元 暫稅入總額的54.6% 只要內容為 一、一般性補助收入追加80萬3千元 內容為行政院含教師退休專案補助80萬3千元 二、計畫型補助收入追加3億2千220萬8千元 共92案 那如列500萬以上的項目如下 一、營建署補助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 1,491萬4千元 二、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 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升計畫 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勤翻業補貼 這是電付款轉證1千9百萬元 三、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 基隆市申請計程車計費表更新計畫 也是電付款轉證1千635萬3千260元 四、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105年度台灣好行旅遊服務升級計畫500萬元 五、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 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升計畫 車輛太舊換新電付款轉證8千886萬4千元 六、教育部體育署補助 基隆市自行車到濱海支線路網串聯合工程 電付款轉證980萬元 七、內政部補助第三階段城鎮風貌整體計畫 電付款轉證6144萬6千元 八、衛生福利部補助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 提升政府公益彩券形象 社會福利公營造物620萬元 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 105年度公司協力托育資源中心及托育中心 五百八十五萬七千元 10、衛生福利部增加補助低收入戶 家庭生活、就學生活補助 電付款轉證2691萬6千元 11、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日間照顧及住宿市照顧費用 補助輔具費用 電付款轉證935萬1千元 12、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國定古蹟二沙灣砲台 第四次修復工程 2,063萬9,450元 5、捐獻及鎮宇收入追檢249萬1千元 暫稅入總額負的0.42% 主要內容為 1、民政處追檢台電促協金46萬4千元 然後中正區公所追檢台電促協金14萬元 新域區公所追檢台電促協金14萬元 仁愛區公所追檢台電促協金14萬元 安樂區公所追檢台電促協金46萬5千元 中山區公所追檢台電促協金116萬2千元 暖暖區公所追檢台電促協金14萬元 西篤區公所追檢台電促協金14萬元 那關號九市環境保護局 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基隆人士大五輪沙灘清潔維護認養計畫 就是台電認養經費30萬元 六 各項收入佔稅入總額的比較這個圖表 請各位一座參閱 以上 本年度第一次追加檢預算案稅入部分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支持指教會與審議通過 以立各項施政順利推動 謝謝 以上報告 好 謝謝紅處長 接下來我們請主機主庫長 還有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然後以下就由我來報告 我們105年度的總預算的第一次追加預算的 一個稅出部分的一個編列情形 那新逢歸會第18屆第三次定期會 暨第9次臨時會 有關本府的105年度總預算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的一個編審情形 二要報告如下 那敬請支持指教 那本府建於中央各部會陸續核定補助案 需透列預算處理等 原一預算法第79條規定 編至105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那僅將它的收支情形摘述如下 那第一個部分是有關105年度的 第一次追加減的一個稅入 稅出的預算的一個分析 那其中稅入的部分 原預算是編列174億9896萬9999元 那追加了5億9154萬6千元 那追加後的預算數為180億9051萬5999元 那稅出部分的話 原預算是174億9443萬899元 那追加之後為追加5億9154萬6千元 那追加後的預算數是180億8597萬6千899元 那剩餘數的部分 原預算數453萬9千100元 那沒有辦理追加減數 所以追加減後的預算數是453萬9千100元 那債務償還原預算跟追加減後的預算數是相同 28億元 那債務舉介的話 原預算也是跟追加減後的預算數相同 為27億9千546萬900元 那請各位議座翻到四頁 有關第二個部分是105年度的第一次追加減稅出的 正式扁的一個預算分析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一般政務支出的部分 原預算數的話是編列25億5515萬1千元 那追加448萬5千元 那追加後的預算數為25億5963萬6千元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原預算編列49億3019萬8千500元 追加5146萬2千元 追加減後的預算數為49億8166萬500元 經濟發展支出原預算數編列26億3631萬3399元 追加4億3577萬3千元 追加減後的預算數為30億7208萬6千399元 社會福利支出原預算數編列23億2655萬1千元 追加6722萬8千元 追加減後預算數為23億9377萬9千元 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原預算數編列8億8673萬1千元 追加3259萬8千元 追加減後預算數為9億1932萬9千元 退休補序支出原預算數編列18億9560萬4千元 本次沒有追加 所以追加減後預算數與原預算數相同 警政支出原預算數編列17億5168萬2千元 這次也沒有辦追加減的預算 所以追加減後的預算數與原預算數相同 債務支出1億7700萬元 無追加減的預算數 所以追加減後的預算數跟原預算數相同 其他支出3億3520萬元 無追加減預算數 所以追加減後的預算數也跟原編列預算數相同 所以總計我們的稅出的正式別總計編列174億 原預算是編列174億9443萬899元 追加5億9154萬6千元 追加減後預算數是180億8597萬6899元 那請各位易做翻到次頁 第三個部分是有關稅出預算編列的施政重點 那第一個部分是公務處 今年追加了全市道路維護工程1億1千萬元 然後再也是公務處 辦理全市橋樑地下道隧道維修的委託設計施工等案1千萬元 那交旅處的部分編列的補助公車處年年虧損補導公車處轉型縮編集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 勞工退休準備金的一個資金缺口 總共是3674萬7千元 再來也是交旅處的補助基隆市計程車裝設新式計費器的一個安裝耗材 檢驗費及檢驗營業損失編列的405萬元 那都發出的部分是辦理本市的一個105年度的補助房屋建檢 初步評估及相關業務的作業費用185萬元 那仁愛之家的話是辦理仁德樓一個建築物的結構安全鑑定 及耐震能力評估於整建修繕工程920萬元 第七項是有關殯葬管理所是依據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 補提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的一個不足數 所以是90萬1千元 那請各位一座搬到次夜 第八項的話是暖暖區戶政事務所的話 是依據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 補提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 所以編列了76萬2千元 第九項是安樂地政事務所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 補提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 所以也編列了503萬6千元 第十項是環境保護局 也相同是依據勞基法的56條規定 補提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 3128萬8千元 那以上是我們105年度的一個第一次追加檢預算案的一個編列情形 那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支持指教 會與審議通過 必立各項施政順利推動 謝謝 以上報告 好 我們謝謝張處長 那麼各位同仁 那麼對於財主單位的報告 各位同仁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我們請張耿輝張議員 謝謝主席啊 那有關這次追加預算啊 我想在公務處方面啊 那這次也編的滿多的啦 那我不曉得 除了你這個預算啊 一億一千萬的啊 這個是 代處長 這是涵蓋前市還是只有四萬道路的 涵蓋前市的 那這次要本席啊 想建議你喔 你要瞭解啊 最近啊 我們前市污水啊 污水的接管啊 當然陸續的完工啊 但這會啊 以後跟道路都是有關係的 你第一點啊 目前啊 你一定要要求廠商 現在啊 本席啊 最近也到轄欺裡面 也瞭解了部分的路段啊 當然前市應該都有這種狀況 就是第一點 第一點 廠商啊 你要要求廠商 不管城堡廠商 而且要要求我們市政府承辦單位 政風誌也要去看一看 不然到時候 一蓋完以後造成的第一點狀況就是 沒有按到水平線來 把那個道路抹平 第二點 它的材質 水泥的棒數 水泥的棒數你知道嗎 其實那個工廠商你來行 它棒數沒有按到一定的規定 農譽什麼 起風沙 然後你就是風一車就整個 刷整個都拿掉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我想 整個道路的品質啊 我希望啊 那個 代助長 當代助長 你一定要要求 甚至於那一些污水 那一些 水流 不要說到時候污水 很多的話 水泥把它 弄到那個原本 你要沒有好好的清理 創通的話 容易造成啊 積水 這雙種非常嚴重 所以說 希望啊 那個代助長 尤其啊 整個道路上 當然本市一定會支持啊 我們京市 道路是沒有多少啦 盆地不會很大 但是這個道路坑坑洞洞 像那個 這一工的道路太多了 而且 我們基隆市啊 騎 那個機車特別多 所以說 為了安全起見 你一定要資工品質啊 我想未來 包括政風署 相關單位 一定要好好的要求 那個 鋪平的那個棒數 跟未來 產品一定要按到水平線 不要到時候坑坑洞洞 這影響啊 我們整個市民的安危 以上啊 本期是針對你的道路上的經歷啊 的一個建議 好 保衛建 那麼還沒有其他動人 沒有的話喔 那不然該主席來問一個問題啦 那麼 主席處張處長 我看到你在說出這方面喔 這些 從第七點開始啊 兵葬管理所 軟環區域附陣事務所 安樂地震事務所 環保局 那麼你大概都提了 大概有九十幾萬啦 五百多萬啦 尤其是環保局有三千一百二十八萬 這個勞工基準法 第幾條規定 要補提勞工退休準備金 這個狀物 那之前不是每個年度 他們各個單位各個局處都有編列這些提募準備金嗎 那為什麼你現在別的其課是沒有 那只有這六個單位 一二三四 四個單位來提搏這些錢 這是什麼原因 你要不要算明一下 請張書長你回答一下 主席還有各位議座 跟各位報告一下 今年105的最佳稅出預算 編列勞基法的勞退準備金專戶的情形 事實上我們從105預算編列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也有編 可是礙於整個稅出額度的規模 我沒有辦法每個單位都逐一的去供應它的需求 所以那時候在市府跟教育處單位 我們都有編列 在105預算都有編列一個 提列勞退準備金的不足數 那事實上勞退金的56條部分 事實上從105年4月份的話 當初就已經要求說 要求各公司機關團體都應該要編足 那我們金融市政府 事實上財政的狀況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是準備是逐年來編列這一項的金額 讓它補足它 那今天這個追加減的預算部分 編列這四個單位的部分 最主要是因為各單位提出來需求部分 他們依照勞基法56條規定 以成就的部分跟未成就 可以補合退休的部分 跟沒有達到退休的部分 未來預計要退休的部分 我的部分要提列多少 準備已經提到這個專戶的部分去預估 所以這個部分是 像殯葬管理所這個單位 它提出的需求數是這些 那像譬如說 最後的第十項環保局的部分 事實上它當初在做一個追加減預算審查的時候 它提列需求是2億 可是問題我的市府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所以我們就是尋一個分年預算編列方式 編列3128萬給環保局 以上報告 那所以其他單位都沒有這個事情 還是其他單位也是有這個問題 只是還沒有編列而已 是不是這樣 那你照這樣講的話 民間的企業如果不低波這樣的話 會供罰錢 對不對 你們不用罰 社會署不是在管這個事情的嗎 社會署不是要自己罰 這邊罰這邊 這邊罰這邊 罰來罰去 都罰到自己 所以在這方面我想你們既然要要求 我們民間的這些企業界 公司 行號也好 你們一定要邊列邊組的話 我想我們自己自己的單位 你們要想辦法 你們不能說因為稅 因為財政上的調度困難 我們財政處 紅處長就 就 就 就亂搞 就變成 你可以 我們 我們 我們政府就可以這樣搞 不准民間這樣做 這樣 這樣不行的啦 我想以後你們要改 要改過來 不然這樣的話 人民間的公司行業 人要比較 你們這樣 把社會署 管公分部才會立 社會署 要怎麼做 這不在檢訟 你知道嗎 這也有 我想在這方面我想 主機署你要多做 其他的單位 我想在明年度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應該要把它 補齊 不要 不要讓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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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金融市市民公司 行號來 做一個 詬病 你們要注意 好 那沒有其他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繼續審查 我們 最佳請預算 好 請各位同仁 翻開 二之五十一 請翻開 二之五十一耶 好 請議事組開始 金融市政府稅出計畫 說明提要 與各項費用明細表 一般建築及設備 民政設備 最佳預算數合計 70萬元 追檢預算數 46萬4千元 設備及投資 最佳預算數 70萬元 追檢預算數 四十六萬四千元 新審議 好 二之五十一頁 那麼 朝向設備 跟 房屋建築設備 沒問題 好 我們通過 請翻開 二之五十五頁 農場管理 最佳預算數 最佳預算數 合計 十五萬三千元 追檢預算數 合計 四十四萬八千元 人事費 最佳預算數 兩萬元 追檢預算數 一萬八千元 請翻至二之五十六頁 業務費 最佳預算數 十三萬三千元 追檢預算數 十八萬元 二之五十七頁 請參考 請翻至二之五十八頁 講補助費 追檢預算數 二十五萬元 請審議 好 人事費 二之五十五 沒問題 我們通過 二之五十六 業務費 沒問題 我們通過 二之五十七 理會 講補助費 沒問題 我們通過 二之五十八 也是一樣 好 沒問題 好 通過繼續 二之五十九月 農產管理 輔導業務 農會輔導 追加預算數 合計十一萬一千元 追檢預算數 四十二萬元 人事費 追加預算數 一萬元 業務費 追加預算數 六萬一千元 追檢預算數 十二萬元 二之六十一頁 請參閱 二之六十一頁 講補助費 追加預算數 四萬元 追檢預算數 三十萬元 請審議 好 二之五十九 沒問題 我們通過 二之六十 沒問題 通過 二之六十一 沒問題 我們通過 好 繼續 好 二之六十一頁 一般建築及設備 建設設備 追加預算數 合計十五萬元 講補助費 追加預算數 十五萬元 請審議 好 二之六十五 講補助費 沒問題 我們通過 二之六十九頁 工商業與度量衡管理 照商業務 追加預算數 合計 三百四十八萬八千元 業務費 追加預算數 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元 講補助費 追加預算數 一百七十六萬三千元 二之七十一頁 請參閱 請審議 好 二之六十九 二之七十 好 我們請張庚輝 張議員 我想請那個 我們廠話處 你報告一下 到底 你招商招的多少 議定 有沒有 今年度 還是從市場上任以後 有進來的 有沒有 有沒有建數 然後議定 哪一家 報告一下 好 主席 謝謝張議員 上議員 好 各位同仁 還有沒有其他人 有意見 沒有 好 我們請審查處 林處長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的吹詢 那個有關張議員 問那個 招商的 我們現在 市政府現在 第一個就是目前在做一些 土地的盤點 那 目前招商的大部分就是 像促餐的 像促餐的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大概在福島一些工商業 今年 今年大概有幾家廠商 104年有三家廠商有進駐進來 那目前105年也陸陸續續有一些廠商 他有那樣一個意願 那這一步的話是我們現在目前在福島的重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如果 土地如果盤點出來的話 原則上我們有土地資源 才有辦法去進行後續的一些招商的一些相關活動 大概目前進行是這樣 以上報告 好 我們再請張永威張議員 我想那個處長 你報告的 本席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幾家 你就兩三家 到底是哪三家 重點啊 我想啊 一個金額 廠商 還有包括 你的位置 你那個應該是剛好處 你有沒有在規劃 到底 現在市長再多幾年 都能過半 你們到現在 我看要加強一下 卡這塊比較快 不然 你剛才講 我不曉得哪幾家 對不對 你如果預進兩三家 是哪兩三家 我不知道 是 人和 還是 還是德茂 還是幾例 我幾例 還是亞洲 都兩三家 到底是哪兩三家 你不要噗通噗通本席 到底哪三 哪兩三家 有嗎 有沒有 你也沒有 所以 我想 極處長 你們對自己的業務啊 每一處都一樣 是要掌握一下 不到時候 我們議員一問 三不知 到底哪一家 你現在有沒有辦法講出來 沒有辦法 我講的是要切實 對不對 審查預算 當然我們金會 當然要本會的人支持你們 你們至少要講一個 所以然出來 我議定亞洲 大概在七年已經進來 跟我們談了 我杜花處 準備把 集合來講 在百福社區 整體都已經規劃了 廠房 已經大概 一定要規劃幾間 應該要做到那些 挺多 才可以招商進來 我廠商來看 不可能吧 我們要準備得到 所以 廠商處長 你要跟杜花處 相關集處啊 應該趕快 加緊腳步嘛 不然我們現在一問 哪有幾間要來 有沒有帶動就業的機會 不知道啊 我們不要玩數字遊戲 要確實的 要肯定的 以上是本期跟你們 戰役的建議 哦 廠商處 林處長 我請教一下 那個 你這個說明裡面 寫說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這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是屬於 中央的 還是地方的 你說明一下 你要 裡面的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裡面要做 基隆 移產整合發展計畫 所以才有解標價 是不是這樣 你 你說明一下 好 謝謝主席 那個 這個是我們在去年 有在跟那個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有提一個計畫 那個 競爭型的一個計畫 然後他後來有核定我們 九百萬的 三年期的 一個 就是我們基隆移產的 整合發展計畫 算是 算是從去年開始 連續三年 那這個 這個是因為他後來準的話 他時間比較晚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 最佳遺算裡面去編列 我們請林明智林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請教一下 提攢發處 那個2-70頁這邊 SBIR這個 所謂的 小型企業創新研究計畫 那我 我只看到 那個1月20號 我們 市政府有個新聞稿 那針對這樣子 一個 應該是 中央補助的 補助的一個 一個相關的計畫 我怎麼看到我們沒什麼推廣 一般來講 這設定標準應該是資本額八千萬以下 員工兩百人以下的一個相關的中小企業 但是我們選定的標準 或者說 有沒有跟我們地方的中小企業做說明或推廣 他們可以來爭取這樣的一個計畫 或者說你們已經 我比較擔心是不是先 已經先設計再畫吧 是不是已經設定好 這個 到底你們在補助整個預算是一千七百六十三嘛 那到底這幾個 這是幾個 那個中小企業申請的 那他申請的流程跟標準 還有 產發處站在輔導 在那個窗口立場有沒有跟我們的 地方中小企業做過宣傳 做過輔導 這市民科 請產發處 處長說明一下 好 還有沒有其他同仁 沒有的話 我想 林處長 你看得清楚 你要叫我們 叫我們當年來看這個說明 就看得不清楚 你說明一下 好 謝謝主席 那個 謝謝林遠的垂教 那個 這個在之前預算編列的時候 實際上就已經有說明過了 SBI 我們今年 因為是第一年 所以說我們預估大概會來補助三家廠商 就他所謂的那個 他的那個服務創新 或是技術創新 那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委託廠商 在做一些招標 那招標的時候 我們會到那個 會邀請所有的廠商 然後來召開這樣的一個說明會 現在目前在已經在網上已經開始在招攬廠商 那這一部分的話 廠商也有打電話來做一些垂巡 那因素上我們是針對我們基隆市的中小企業 那明年的話 我們大概會再跟中央去爭取相關的經費 我們希望把這個加速能夠擴大 因為今年是剛好起步 所以就用 第一年就大概預估先三家這樣 以上報告 好 沒意見啦齁 好 如果有意見 我們私底下也再去問他 好 沒意見 那我們預算通過 繼續 請翻至二至七十三頁 建管行政使用管理 最佳預算數合計一百八十五萬元 獎補助費最佳預算數一百八十五萬元 請審議 好 沒意見 好 我們請張庚輝張議員 好 先來主席啊 這個有關 這個董貨一百八十五萬的 初步檢驗 初步評估啊 徐處長 轉行期 這麼多這八十五萬就要處理嗎 你這個 到底要弄幾樓的啊 你轉行期 我們這老舊房子太多了耶 大人經過大人這麼多便宜 這些的話 我想你是有必要 你這一百八十萬這樣足夠嗎 那你這個到底是做我們要做幾層的 包括中央有沒有什麼補助啊 好 你現在報告一下吧 好 還沒加通人 好 我們請財民建 陳議員 謝謝主席啊 我在這邊請教我們督發處啊 就是我們這個房屋健檢的這個順序 我們本年度就即將實施啊 這個有沒有時候是從哪個區域開始 或是上次我們也討論到幾層的以上幾年的年齡嗎 這個今年度你們督發處是不是已經排出這樣的一個順序出來 能夠說明一下 謝謝 好 我們請莊榮堅 莊議員 主席 我想對這一筆的這個經費啊 我想在這邊請我們督發處是不是能夠來說明 這裡面這個經費這個費用有沒有包括我們仁愛區這個聯紅社區的相關的建議費用 我想這個應該要一併來說明 我想這個我們仁愛區聯紅社區 我想經歷過地震 然後經歷過很多旁邊的一些重大的這個工程 那因為這個社區的房子已經非常老舊 那如果說在這邊 在這邊還是要請我們這個督發處能夠來說明 這一筆費用有沒有包括我們仁愛區的聯紅社區的健檢費用 謝謝 好 好 還有沒有其他 沒有 好 我們請督發處 許助長 這針對我們同仁你說明一下 謝謝議員 議座的垂巡 有關張議員垂巡的這個部分 是上次在臨時會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報告 就是有關這個台南地震之後這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裡面我們有說第一階段的是用14層樓的部分 那所以14層樓大概是185萬這部分 我們用這次追加緊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 就是今年的6月5號剩下只要是88年12月31號之前的建築物 那個五樓以上的建築物的這部分 我們爭取總共目前我們普查是3401件 這部分已經報中央 而中央初步已經同意了 但是他們現在正在跑相關的核定的預算 所以那部分在中央的這部分去爭取 然後陳議員有講說第一次14層樓這個部分 就第一波的部分沒有分行政區 就是14層樓規定都可以去那去相關去爭取 那有關莊議員所講的部分 因為聯紅沒有在14層樓的部分 後續是可以 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們上次在臨時會有報告 基本上工會跟建築物公會都可以協助相關的一些結構跟相關的東西 在還沒有出平的實質的經費補助 我們可以去做這個協助 以上 好 再請張耿衛張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剛才聽了 許處長你報告的 第二梯的是五層樓的 我知道 但是你不要忘了我們基隆市來講 很多都在四層樓 包括四層樓房子也是很多 你是不是也要建議我們中央 要的話就公平一點 那都有驕債 你不能總是說五層樓 你不要檢測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編一個說 臨時說這些市民需要檢測的話 由我們政府主動來協助他來檢測 這些經費也是要設法 不然你住五層樓 以下的人都沒有這個福利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你要注意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建議中央這個 像我們基隆市來講 很多啊 渣機的來講啊 對不對 加上現在高房價沒有辦法買的話 那些還是 整修整個維修 也修繕一下 繼續住下去啊 但是這些的 已經住了三四十年四五十年了 這些房子可能出問題啊 要不住五層樓就沒辦法 所以這也不公平 希望啊 許處長 針對這一點 你要研究一套 建議中央 這些也要編經費啊 來協助我們地方的市民啊 好不好 比較加油 好 謝謝 我想喔 另外我自己個人 大概也自己有一個 有意見 並不是說什麼自己的房屋 什麼事情都靠我們市政府 去籌作菜園 來跟他們做的人 做房屋建建 你大樓也有大樓管理委員會啊 你大樓管理委員會 你自己去籌作菜園 自己來 自己走 自己來做建建 不是說每一樣事情 都要 都要政府來做 沒有啦 我們說政府 這 是 政府大樓管理委員會 來是可以做 可以做是做啦 我都做得很普及的 說 沒家沒戶 不管幾樓以上 幾樓以下 都用政府來做 有的看法是說 政府大樓管理委員會 都不用花錢 大家也要來 大家也要來 去三四十年的大樓 大家也要來 我透過什麼 趕緊的行政 政府趕緊的行政 有時候 個人的看法也不一樣 當然 既然市政府是有這樣報 那當然 我們市庫是沒有什麼 什麼什麼支出啦 但最起碼是有 有中央來補助 這樣我是沒有意見啦 但事實上 我們家自己的家 我自己 怕我來鑑定 應該是這樣 沒有那個勃勃 行行都會叫政府主 這也不一定準 但既然說 中央就有這個政策要補助 那麼我想我們同仁就照 剛剛講的我想 是不是習主長 你要不要再說明一下 對於這個事情 你到底申請了多少建立 包括五樓的這些方式 謝謝 那這主要是我們現在的時間 設計到八八年12月31號 這個 這個時間點之前的都可以 然後剛剛張宇遠追尋的是說 目前中央是沒有錯在五樓以上的部分 五樓以上的部分 那我們也報上去 所以這個部分它初步出審已經OK了 那至於剛剛那個張宇遠所說的是 要整理出來看市頭跟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主要是 整個中央的預算跟相關的額度的部分 他們有在看 然後在第二階段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看中央說 相關的東西我們看要怎麼樣 來去配跟協助 以上 好 就讓他去做啦 好不好 好 沒問題喔 那我們通過 繼續 二至七十七頁 一般建築及設備 使用設備 追加預算數合計一百三十萬元 設備及投資追加預算數一百三十萬元 請審議 好 整修七樓 沒有一件喔 好我們請莊榮金莊議員 謝謝主席喔 我想對於這個齊樓的整平 我想是 刻不容緩 刻不容緩 應該要趕快去做 而且 我們只 仰賴中央的這種補助 我們才來做這個齊樓整平的工作 我想 這個是緩不積極 我想目前 基隆 有 已經有五萬個 超過六十五歲的老年人 有兩萬多個 生臟人士 而且目前 我們基隆 一年有七十萬的郵輪人口到基隆 那唯獨在齊樓方面 我們是高低不平 造成很多外地來的 包括郵輪的這些觀光客 包括我們本地的這些年長的 包括一些身心障礙人士 那可能還要包括一些 可能要推娃娃車上街的 因為我們騎樓的沒有辦法整平 沒有辦法很平是很安靜的 所以都一定都是要走行走到馬路 那尤其碰到基隆的天候非常不穩定 有時候早上天氣好 下午就變天 就下雨 那這些人 那沒有辦法再行走在齊樓 他勢必一定在馬路上行走 我想應該照顧這些長客 應該好好的把這些齊樓整平 做一個真正的一個友善的行走空間 那一個安全的行走空間 讓這些年長的那些身心障礙人士 包括一些外縣市來的一些觀光人口 包括我們郵輪的這些人口 都能夠來 所以說我在這邊建議我們基隆市 是應該在年度來編列相關的預算 我們自己來分這個部分 我們來把從市區的齊樓先給他整平 那一方面我們編預算 那一方面希望中央在這方面 多多給我們預注一些經費 我希望說我們很快 能夠將整個市區的這些齊樓 能夠來整平 真正打造一個非常友善的一個行走空間 讓我們最起碼有一個行的安全 以上建議 希望我們基隆市政府 能夠積極的去處理 謝謝 寶貴意見齁 好 還有沒有其他同仁 沒有齁 好 那我們預算斷過 那我們莊議員的建議我想 在杜阿豬 在這邊你們要多注意齁 好 繼續 二至七十八頁 一般建築及設備 建築及設備 最佳預算數合計七千九百八十萬元 設備及投資最佳預算數七千九百八十萬元 請審議 請翻至二至八十五頁 好 沒問題 好 沒問題 這是電付款齁 沒問題齁 沒問題齁 好 我們通過 二至八十一頁 國宅業務國宅管理 最佳預算數合計一百五十萬元 業務費最佳預算數一百五十萬元 請審議 好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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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過 請翻至二至八十五頁 有喔 你有喔 好 好 我們請莊議員 好 要說明一下 好 二至八十一 好 我們請許主打 好 謝謝莊議員 那個 有關這個部分 其實 這是基隆市第一次去申請中央的社會住宅的規劃補助的計畫 那以前沒有申請 那這是全額的補助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陸續這樣看的話 整個社會住宅到底要怎麼做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應該趕快有個規劃社區去研究 去評估一下這樣子的部分 因為社會住宅大概後續會涉及到施工、管理、規劃設計的事情 那目前為什麼我覺得我們開始可以做 是這一年來我們開始對中低收入的數量數跟相關的東西 我們有做一定的責任 那我們希望開始啟動這個東西 所以這部分是因為這樣子我們去爭取中央的預算 這150萬全額補助我們來做第一次的這個預算的部分 以上 好 我們請楊思辰、楊議員 再請秦振議員 我在這地方 跟處長你建議 既然 有這一筆的 規劃會 以過去的經驗來講 我們的規劃會都委外 再做規劃 規劃出來的東西呢 大部分都不盡人意 到後來很多失敗的案子 我不是要擋你這一筆 我是要你這一筆 還沒用之前 你必須讓你自己知道 讓市政府要知道 讓市民要知道 到底在哪個地方要做社會住宅 你必須要先找出的點 你請人家歸到公司會比較快 如果你再找人家去找公司 找這個公司再去找 然後再變更 你會發現很多冗長的這種 這種狀況會發生 我們公營單位 像鐵路局的土地 像港務局的土地 這些很多的都是閒置的 包括軍方的很多閒置土地 你一定要把它列為第一優先 而且執行上是最快的 規劃方面 你會省掉很多時間 因為我發現我們基隆市 找的一些規劃公司 對基隆市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在那地方浪費很多時間 甚至於做出來的東西是不合適使用的 我在這地方跟署長你建議 公營單位的土地先把它找出來 不管是哪個單位 你先找出來 包括台肥 一大片土地 你怎麼樣 讓這些公家的土地 讓我們市民可以用得到 讓他不要再閒置 這一點我給你建議 希望你能夠採納 謝謝 好 我們再請秦森秦議員 謝謝主席 關於這筆規劃會是中央補助的 我想本席也沒有什麼意見 只是我們要了解一下 到底我們基隆市社會之外 你們的標的在哪個地方 你光有錢 然後你們隨便找一個區塊 給人家去規劃 去規劃的話 產生的假設一些周邊的一些因素出來的話 我想這個錢丟下去又是白花的 所以說我本席希望建議 我們市政府把我們社會住宅 你基隆市的社會未來住宅方向一個標的 還有你的未來的一個走向 以及所謂條件說 可以詳盡的向我們本會說明 我想這錢花下去 大家才不會覺得到時候又是空暴彈一個 所以本席希望建議說 這個規劃會 你們要動作之前 先把你們市政府的標的 向本會大家充分一個說明 讓我們議會同仁也了解說 我們未來社會住宅的一個走向 也讓我們全職市民知道 我們市政府未來的社會住宅 是一個什麼樣子 因為我曾經在林市長選舉的時候 聽說是要在五股 五股這些貨櫃廠的籃 基隆荷廊帶去做社會住宅 請問念洩的土地是誰 那都是私人的土地 假設你站在那地方設施 是不是要便宜費一筆經費 又要向人家徵收呢 那監測的話 是不是牽涉到都市計畫變更呢 這攏長的時間又下去的話 是不是等於是又白費了 我們市長後面剩兩年半的任期很快 假設像希望市民要交代 希望說你要把標的 還有一些你未來的走向 向市民說清楚 我想來動這筆錢才比較有意義 所以本市建議 希望市政府提出充分的說明 再動這筆錢 謝謝 謝謝 貴旗說說的 你我們七度啦 我們七度啦 篤蘭跟篤蘭街那邊 跟新北市堆而已 好我們再請張景田專議員 謝謝主席齁 七度也不錯啊 我是說這150萬很難得中央補助 因為過去的規劃會 像安樂國宅安樂一起 從91年我動算到一年 600萬的千2萬的 所以我贊同你的規劃會 但是我提供你一些目標 你的目的要做社會國宅 我很贊同 但是要做在哪裡 120萬的規劃會 並不是很多 我建議你現有閒址的 這個公家宿舍 找什麼 這個土地都沒問題了 本來我是還叫你重劃 配合地震處 我們基隆企業重劃 開始來通辦這個地方 我的土位做得比較大 你如果120萬 應該把現有的 這個閒址 這個公有的土地來做 因為你120萬的規劃 其實 只有這個土地 如果讓你有的 像鄧郭去廣場也有很多 很多警察宿舍也有很多 有這種的事情去放手 小的事情去做 做哪會行 因為社會住宅是要做 是要做人 要讓這些年輕人 比較簡單 可以隨時有房子那麼大 如果這120萬 像過期安樂國宅這樣 馬上規劃馬上消失掉 很可惜 所以我建議你的目標 應該是炒這個現有的國有地 先下手 好 我們再請莊榮卿莊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針對中央的補助 這個150萬要來規劃社會住宅 我想在這邊也建議我們基隆市政府 既然中央給了我們150萬的 這個初期的這些相關的費用 當然不是只有在經費上 而且應該是要要求中央的各單位 只要在縣市有閒置的土地 包括金方 包括國有財安署的 包括一些國營相關的事業 只要在各縣市 有類似超過十年甚至十五年 甚至二十年的這些閒置的土地 我想在各個縣市比比皆是 但是因為本位主義 只要地方政府提出來 大部分都是沒有辦法來使用 所以既然中央要在這方面來補助 那希望說他們拿出誠意 不是只有在經費上來做補助 應該也要要求各單位 盡量來配合來協助地方 來蓋這個社會住宅 讓我們沒有房子的這些年輕人 有一個最起碼有一個可可以記住 不是只有在經費上補助 應該辭職要求各單位 有閒置的土地 要充分的跟縣市來配合 以上建議 謝謝 好 寡規見 好 我們再請藍民王 藍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這個社會住宅 是非常重要的福利政策 那最近的幾次選舉 包括柯文哲市長 他講得最大聲 再來我們的蔡總統 那柯市長選上以後 我們的林市長也很積極的 跟台北市要來談這一塊 那現在這150萬的歸位下來了 本期是樂見其成 那我希望這個 這個都阿處要用心去規劃 那我現在是想請都阿處 能不能夠詳細的說明一下 你跟內政部申請這筆經費 一定有你的計畫內容 我相信你目前大概有個方向 到底我們計量一下這個社會住宅 要規劃在哪個區 那大概要做什麼樣的形式 將來是低價來賣呢 還是只住賣 我相信你應該有計畫內容 可不可以請處長能夠詳細的來說明一下 這筆150萬的規劃 你的規劃的方向是怎麼樣 好不好 謝謝 好我們再請楊石誠楊議員 這個是規劃費 大家真的方向是幫你抓對了 就是把往國營的土地找手是最快的 另外呢 有現在有兩個地方 你是馬上可以作為這個社會住宅 在哪裡呢 在這個高砂橋旁邊 現在鐵路局那個 他的房舍啊 通通是閒置在那個地方 那市政府因為當初要把它徵收 作為我們中山葉路拖關道路 使用的 他把那些住戶全部都趕走了 那個房子都是好的 在那個地方 閒置在那個地方 你市政府可以馬上跟他乘租 作為我們社會自來暫時使用 這一個先可以馬上可以做的第一點 第一個地方 第二個地方在高遠新村 高遠新村整個山上都是房子 那些房子都好的 都是好的 閒置在那地方好久 那個窗戶都被拔光了 這兩個地點呢 大概將近有100戶 將近有100戶 可能100戶出頭 你馬上可以使用到的 你馬上可以解決社會住宅的一部分 我們基隆市到底有多少人 需要社會住宅 你也要有相關方面的數字 你暫時性的可以做這個方面的解決的 市政府可以低價跟他乘出 OK沒問題的 因為總比他在這個地方做閒置的還好 所以我可以 我建議你 這兩個 這個兩點 你可以馬上有積極作為的 請你馬上可以往那個地方思考 謝謝 謝謝 我回見 再請張耿衛張議員 謝謝主席啊 我想 等等啊 本席也是蠻支持啊 我們 許處長 這個案子要加把勁 因為很多 本會的同仁都很期待 因為我們最近也常在說啊 現在要買一間房子不簡單啊 買一間房子確實是不簡單 那我們早期的基隆市很多老舊的房子 都幾檔幾檔 沒有幾樓 那本席的意思是 希望建議你兩點 第一點啊 你要先進我們自己本市啊 都關小組啊 要趕快成立 而且很迅速的 甚至啊 有必要還是要跨部會 那第二點啊 你要學習啊 人家為什麼很多縣市啊 我有幾例台北縣市 不管哪一黨執政啊 曾經那個 據我了解 人家蘇縣長啊 蘇貞昌啊 據我了解啦 當初他們在整個規劃裡面 就是都更就很快 老舊的房子 先蓋一棟 這些附近的 就準備要都更了 讓他們房子先蓋好 然後住進去 但是這個經費 要有一筆 中央來協助 你一定要有 然後我們基隆市很多老舊 你叫年輕人啊 現在目前年輕人 要再去買房子啊 真的很困難耶 所以啊 你一定要朝著啊 本市啊 剛好建議你啊 希望你啊 能夠趕快 我們本市的都更小組 公辦的 越快越好 然後向中央 來增比一些經費 找我們 能夠開發的土地 趕快 用都更按照順序 趕快都更 然後加強我們整個四龍的景觀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然後再請習助長做中央台語 好 休息 好 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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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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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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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